哪个队 弗莱主AG车队竟撞车了AG轻训队 全程不敢松懈 因为在这种直播的情况下 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真的是双方对决 谁输谁尴尬 而且在AG的轻训队中 还有一位双百代选手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巅峰对决 最近在弗莱的一局五排中 他组了AG的九成和卫阳 二大卫侠花云和一位全国大赛的选手 每个人都玩着自己熟悉的位置 由弗莱在队一般的队伍是很难顶住的 可这边他们就撞车了直接整编队 而且竟是AG的轻训队 可以说九成和卫阳撞到了自家人 但搞笑的是九成未打先手 让弗莱有点看不起他 可听完后原来九成是有战术的 这局开始双方就非常认真 分牛作为老将先送一血 让让弟弟们 不过从每个人的指挥中 能感觉到谁也不想成为那个尴尬的人 随机弗莱在下落和上落 两拨就打了回来 五分钟弗莱还调侃着九成 说是因为弹幕提醒弗莱 别为九成给哑了 前面是装一级青春了兄弟们 弹幕的朋友们 对面是一级青春了 这把报道还好 老师村打自家人都是从来不含糊的 哦 九成打自家人的话 是从来不含糊的啊兄弟们 随即中路一波团战 九成优先吹到两人 击杀一人 但却被对面赶来的鲨鱼击杀 打了个一块以后 开始调侃对面的自家青春 虽然弗莱一队很强 但对面AG青春队也没那么好对付 11分钟 本以为五打二能一波的 最后却被AG青春队打了个一换四 AG别路关羽拿下三场 16分钟飞牛的马超还被青春的蓝担杀了 21分钟又被抢龙 弗莱一队掉了一波大节奏 最后一波弗莱和卫扬的凯都在找关羽的位置 而对面看到弗莱一队脱节 立刻向后排开团 结果不但一个没杀掉 还被弗莱一队反报 最终AG青春队扛了25分钟后才输掉比赛 要不是队友过于着急开团 节奏依然在自己的手中 回来到结传一面后 细心的AG粉应该会注意到 除了弗莱一队打野未央的凯 拿下12-1战机的MVP外 对面的小国标婉儿 正是AG这个赛季的滞留线选手梦莉 看过巧克什哥前几个视频的都知道 他就是AG的新中单选手 不过更让人赞叹的是 梦莉就有中野双百段的成就 除了中路 他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野王